吃了这个包蝗牛的小米粽 结果呢 造成了三个人不幸死亡 这是在台东的金峰香槟茂村 传出集体食物中毒 一开始是83岁的刘姓阿嬷 用叶子包了蝗牛小米粉等等食材 她做了小米粽 吃了之后身体不适过世 那村子里头20多人来办伤事 那后来家属又拿出了阿嬷那时候 包的剩下来的粽子 结果造成了12个人送医 其中三个人死亡四人命违 大片叶子包覆小米 掺杂蝗牛竹笋猪肉等食材 只是吃个粽子 却发生集体食物中毒 一个寸落12人送医 其中三人死亡四人命违 所以她平常之前 有这样子处理过吗 有啊 蝗牛去哪里 买的还是抓的 自己捡的 跟往常一样 这座蝗牛小米 总曾料到发生悲剧 卫生局警方等相关单位 到场调查 把所有食材统统带走 又进行采集检验 事发在17号 台东金峰乡 冰茂村 初步调查 在中午时 83岁的阿嬷 包了蝗牛小米粽 自己吃了后 身体不适 送医不治 深夜家属将遗体 带回家中治伤 亲友们漏夜首零食 竟又吃下 她身前包的小米粽 结果陆续爆发食物中毒 先是全身发抖冒汗 口鼻很多义务 接着多人呼吸不过来 究竟是吃到蝗牛或诱毒植物中毒 还是食物遭到农药污染导致 只要属于菜籍 相关食物残渣检涕 以及患者的尿液血液 由机关署毒物专家 检验领清 且潘正贤 周嘉文 杜学台东报道 那法医高大臣是认为 这种这么急性的中毒 不可能是蝗牛的寄生虫 怀疑是种叶 才是中毒的关键 是不是那个叶子有问题 还是说这个叶子跟蝗牛 产生化学变化 它怎么产生这块有毒物质 它怎么吃一块叫它聚 因为是急性中毒聚 所以大概是毒物的问题 应该是没有错 你若是一般的 那个慢性中毒 这应该没那么快就是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 也不是寄生虫的问题 如果它的中毒 是因为农药这一类 因为农药都含有磷 所以我们检查这个大体 大概它的眼睛的瞳孔 都是缩小的 我们就可以确认 它应该是磷 农药中毒的磷 磷 农药中毒最多 磷 那不是瞳孔的问题 客人就要再检查 像我们上面在南头 有毒到葡萄垂崖剂 这种同样 它的量很少 还不太特殊 所以你不认为它是毒药物 其实它就是毒物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里面 突然领大量的升高 贾大量升高 这都是新丸贾那些的问题的话 有时候你不注意到 所以这次他如果既然有这个经验 我想大概这几天 第二礼拜左右 宴就出来了 我感觉 是不是磷子的问题 因为严重有人 是要报这个藏 他找磷子大平的 就可以报了 所以有人不注意 那磷子有的很毒的 要有 你都猝过 他里面所有的毒药 都照出来 所以你找一个毒药 所以吃了都要出事 我是这样感觉 一名网友抱怨 买这个拿坡里的炸鸡桶 炸鸡桶是真的蛮好吃 结果呢 这个鸡没处理干净 上面有四根鸡毛的炸鸡 所以打电话去客服投诉 不过总公司的回应是 他跟我要购买店家的资讯 说会有专人跟我联系 结果店家打来的回应 让我傻眼又好笑 他说呢 这个是供应商提供有毛的 你们出餐都没在看吗 事后拿坡里也紧急发声明致歉 不好意思 这个拿坡里呢 出了这个问题啦 不过还好 还好是鸡毛 处理的问题 应该要赶快的来处理干净 好另外呢 中秋节烤肉的时候 一名女网友发现呢 有人用大卖场的手推车 当烤肉架 赶快来看哪一家卖场的 不是离题了 好分享到社群平台 有五万人关注 果然这个贴文调出 家乐福的小编 他说奇怪 这烤肉架我们明明没在卖 其他网友摇头表示 他说啊 用这个卖场的手推车 当烤肉架 其实已经构成 切到嘴 这样的事十年前发生过 发生的地点虽然不在台湾 但是当时有业者就 出面提醒大家 不要这样做 而且告诉大家 你没想过里面会不会有毒吗 手推车的铁网呢 是杜落的材质 再加上塑胶涂料 如果遇到高温 其实是会有毒素的哦 而且一台首推车 要价一万多 民众花十块钱 把人家拿走 这是偷窃行为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propagate 隔光清爽高忘啊 note油 维持青春 百回答 两分 boy 啦 香 嗷